红朝市116,热血山人发出对邓小平通缉令。邓小平政治改革系列之十一。1989年,山人还是34岁的热血青年,对邓小平用军队镇压和平示威民众强烈愤慨。就在六四屠杀的第三天,老郎写了一篇《通缉令》全文如下。 《通缉令》 《通缉》 《通缉令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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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通缉》 《通缉》 《通缉令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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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共产党国家全部土崩瓦解 其中罗马尼亚的 齐奥塞斯库学中国的榜样 以为用枪杆子进行屠杀 就能巩固独裁政权 殊不知在屠杀了数万人民后 竟逼反了军队 军队最后同人民站在了一起 用武力推翻了残暴的 歧视家族共产政权 歧视成了所有共产党国家首脑 下场最惨的一个 审判后处决 行刑时被愤怒的士兵们 打成了筛子 而认错后的邓小平的中国 再次与世界民主大潮背道而驰 成为今天的世界独角怪兽 不民主 较开明的专制独裁 专注发展经济科技 腐败世界之罪 没有公平正义 买官卖官 贪污腐败 成为中国常态 这一切都是当年绝食装死的流氓学生 逼邓小平认错的结果